观众早上欢迎锁定今天的非凡moning call 我是邓凯明 其实首先现在关心最新美国股市收盘表现 昨天美股市涨跌互建 道中指数稍见直稳支撑上涨47点续涨 幅度0.1% 43,958点 纳斯达克指数震荡小回 还有包括标普指数持平 但是非凡指数呢 这几天却呈现比较偏弱势的震荡拉回 昨天又跌了有100点 幅度超过2% 现在面对5000点大观 有点要撑不住的风险 现在回测在5000点的关卡位置 非凡指数反而是在最近几天 表现比较偏弱一点 美国公布的新10月份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增率回升到2.6% 符合市场预期 但投资人开始担心 联准会明年的降息步调会放缓 美股四大指数出现这种涨跌互建的震荡表现 非凡指数跌比较多 最近消息的部分是在说 IC设计的公司超为 超为证实要进行全球裁员 为什么现在不是黑灰达 还有AI这些商业行业这么好 但超为居然说要裁员呢 而且还冲击到了股价 下跌了3% 他是说呢 要进行这个人员当中的重组 而且呢 要精简 那另外呢 就是伺服器大厂美超为 美超为到现在还找不到 新的会计事务所接手他的财报 先前延后提交年报之后 最新宣布又要延迟提交最新的季报了 导致了美超为股价在昨天又重跌了超过6% 所以昨天美超为跌超为跌 那包括台积电ADR也跌 还包括了像是美光字母 灰达等等的肺半指数的概念股 大多走低 所以导致了肺半指数昨天是跌超过有2%的幅度 那其中呢 美超为的跌幅哦 在短短过去一个月 已经蒸发掉了将近有跌50%的幅度了 那延迟了上一季的财报报告文件之后 美超为昨天又说 需要花更多时间挑选聘请新任的会计师 管理层也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 年度的财报内部的控管评估报告 所以会延后提交7到9月份的季报 所以季报又交不出来 真的是财报再度迟到 导致了美超为股价中场大跌6%以上 美国司法部也传出正在调查 美超为的会计行为 美超为在延后递交6月底的去年度财报年报之后 现在必须在16号之前上传完成 16号也就是在这几天周末之前 要传递向上 那如果现在又交不出来 恐怕会真的面对重整甚至下市的风险压力 那今天导致了美超为股价又在跌 另外就是超为 这两家公司是不一样的 美国IC设计大厂超为 也就是苏之锋的超为 现在传出证实正在裁减全球的员工 人数高达上千人 相当于员工总数的4% 那为什么今天要做裁员的动作呢 AI伺服器还有AI的事业不是正好吗 为什么要裁员 超为说呢 裁员是想要把资源投入在最大的成长机会 报道说超为正在透过并购 退出加速器的产品 来抢进AI的产业 并且呢 打算用债务跟现金来资助收购案 所以进行全球裁员的动作 好那要看看 美国劳工部旗下的劳工统计局 公布了最新10月份的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6% 符合预期 比9月呢2.4%稍微的提升一点 那当然比9月上升了0.2% 那9月份的CPI 跃升幅度也是0.2% 10月份CPI物价指数 年升幅度一如预期的稍稍扩大 这是今年3月以来首次的通膨反扑 这显示呢 对抗通膨的进展 真的有一点点趋缓 代表说通膨有死灰复燃 目前啊市场还是预期 联准会12月份的降息一码几率还是很高 但是呢 经济学家认为 这个物价的结果会导致明年 明年的联准会会放缓升息的次数 而根据呢 Fed Watch最新的工具显示说 12月份降息一码的几率还是有达到58.7% 但58.7%不见得一定会降息 代表还没有超过7成以上的几率降息 可能降息的几率呢 就没有想象中的真的一定妥当 那CPI的数据发布之后 市场又认为12月也许会降 但是呢 到了明年可能降息的次数跟速度都会放慢 那看看今天川普宣布当选之后 陆续公布重要的内阁官员人士 不管说呢 是国安单位的人选 还有包括国防部长都让大家觉得呢 哇很惊奇 提出了一些人选呢 都是新面孔 而且呢 让大家觉得意想不到 但是呢 反中 抗中的这些鹰派 似乎是齐聚在川普的新内阁人士当中 但是这一位看起来应该是最不反中了 他就是呢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他也终于入阁了 宣布说要任命他来参与啊 现在的政府效率部 以前还没有什么政府效率部 特别为他量身打造一个政府效率部 让他来当部长啊 那川普说呢 邀请马斯克来担任政府效率部 在这时候呢 就是要解构所谓的官僚体制 消除帆温乳节 尽量的要从内部尊杰支出 等于是要整顿联邦机构 代表说有很多公务员皮绷紧了 马斯克要来了 可能呢 会有大裁员的风险 政府效率部原本只是马斯克和川普 直播聊天意外迸出的想法 没想到现在竟然成真 除了由马斯克带领外 川普还招了另外一位狂人协助 印度裔企业家拉马斯瓦米 是一间制药厂劳办 曾参选今年总统大选 但很快就打退堂固 转而效忠川普 他和马斯克将共同领导政府效率部 由于所选后就是第二居一 恰巧是虚拟货币 Doge 勾勾币的名称 因此还带起一波加密货币行情 马斯克表示 往后所有行动都会在网路上公开 并且会列一个最浪费钱排行榜 川普本人内阁名单 就连地产界老友也有份 威特克夫即将出任中东特使 也任命曾在中东服役的福斯新闻主持人赫格赛斯 担任国防部长跌破大家眼镜 此外中央情报局人士任命也出炉 由对中态度强硬前国家情报总监雷克里夫出任 和其他阁员相同 他也是为川普忠诚的捍卫者 记者庄星联邓邦冠综合报道 好 内阁成员一一到位了 所以呢 推进了政权的交接转移 今天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又是历史性的一刻 美国的准总统川普已经受邀到了白宫 现在呢 跟现任总统拜登见面 之前四年前做了政权转移 四年后也在转移 又交回给了川普手上 现在白宫的新主人是川普 今天看到双方呢 是在镜头之前握手致意 报道说这场会面 是由拜登率先向川普表示欢迎回来 川普也回应感谢 白宫发言人说 除了讨论交接事项 拜登也向川普强调了支援乌克兰 跟北约的重要性 希望川普上任之后 能够继续维持对外军援 另外一方面呢 是拜登卸任之前 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 最后一次拜习会 传出有可能是在这个礼拜 秘鲁登场的APEC高峰会 进行面对面的交谈 预料拜登将重申和平重要性 并且针对中国对美国的 网络攻击提出警告 拜习三会敲定 应该就在本周六要正式登场 而美国前总统川普 要重返白宫被视为川普 关税操盘首的莱海泽 持续的投入上任前100天的 经贸政策行动 目前呢 他也正向美国国会议员 发出游说文件 推广新的关税计划 其中呢 可能会对所有进入美国的货品 高增20%的关税 并且呢 可能会针对中国进口的商品 克增高达至少 60%起跳的关税 相关计划在未来几周内 会正式公开 可能也会引爆新一波 震撼全球的关税人风暴 那当然也看到了 关税冲击的压力 会不会也打到台湾呢 半导体的供应链盛传 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厂 第一座的晶圆厂 本来呢 在12月6号 要举行完工典礼的 这个时候呢 还是拜登的执政 所以拜登一定是座上嘉宾 但是呢 本来说要举行的完工典礼 突然传出一周之内情势反转 有供应链业者透露说 台积电本来通知了受邀贵宾 最近也有收到通知说 完工典礼要暂缓 这个通知受邀的贵宾 要延后再到美国去 或是延后参加典礼 传出这个延后时间 会延后到1月份 1月份就是川普要上任的时间 所以呢 真的是做足了面子给川普 到时候呢 1月份如果是真正 1月延到这个完工典礼登场 那就是川普登基的时候 代表说呢 会给川普做大足够的面子 说你就是在登基之后 入主白宫之后 我第一个邀请你来当我大位上的典礼 贵宾 这当然是看得出来现在啊 很明显的这个气氛跟氛围 好不容易地缘政治风险 缓和下来的台积电 现在呢 又要政治一点了 四年之后面对了美国的改朝换代 对对手现在的剧本又得重新写 再度进入到了警备 战备的状态啊 所以传出12月的完工典礼突然喊咖 有人说呢 这其中政治运作 还有背后伸长的政治玄机 是相当明显的 要等的是川普的正式就任之后 才举行完工典礼 把面子做给川普啊 好 当然面对了这个拜登要卸任离开 真的是人走茶凉啊 现在大家所有的目光焦点 都还是回到了川普身上 而川普在回国白宫之后 现在却在美国国内 掀起了新的反对浪潮 有反川大将之称的 加州州长纽森 纽森宣布出面号召议员 在川普上任前要开会 维护各州的进步主义政策 同时呢 有很多啊 这个民主党的检察长 也透露说 正准备要提告川普 纽森的身份现象 还有包括他现在 所带来的一个力量 是反川的力量 他的反川普力量角色鲜明 说不定呢 有可能就是在未来四年之后 2028年啊 要代表民主党 重返白宫之路的 问鼎白宫宝座的 这个声势很高的人选 有人说他可能 就是下一任的川普以外啊 就是川普只能再做四年了嘛 接下来就是共和党 最大的竞争对手 可能会就是 现在的加州州长纽森 而说到了川普交易 现在进入到川普2.0的世代啊 这几天 短短的一周之内 我们看看国际商品的变化 可以看得出来 热钱往哪里流 往哪里走 其实呢 从上个礼拜三 川普确定啊 要重返白宫 胜选之后呢 到这个礼拜三 这几天之内 资金流向 比特币最明显 比特币的涨幅最大 算到昨天下午 比特币 已经是在一周之内 大涨了 13%的幅度 今天比特币 攻上了 8万 9万啊 可以说是继续冲高 另外呢 黄金却跌 跌到了11月来的低点 原油也跌 人民币 台币 日元 都贬 而且呢 最近贬值幅度 也都蛮大 尤其是日元 那主要就是美元走深 美元走深 来自于川普 胜选后的这一周 那反而看到了 大家以为啊 川普是 弱势美元的支持者 但是呢 他胜选之后 反而市场资金 避险跑到了美元去 而各国央行 都在这里放手 让这个货币贬值 未来担心的是呢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 会要求这些国家 可能会面对所谓的 这个汇率操纵国的指控 要求这些国家 升值升值再升值 所以呢 各大央行很聪明的 在他入主白宫之前 赶快的先让货币贬值 先贬下来 未来给予反弹升值的空间 那另外呢 巴菲特指标 冲上了新高 这不是说看好股市 这是看不好股市 跟担忧股市的指标 巴菲特指标 超过了百分之百以后 市场开始紧张 而且现在是更高 超过百分之两百 创了史上新高 所以大家都还是担心 未来美股的 高处不生寒的修正风险 另外呢 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也飙升 回到了百分之四点四七 左右的高点 就要往百分之五靠近 如果公债殖利率 冲高到百分之五 那市场资金 就稳稳荡荡的 选择高息的百分之五利率的 公债殖利率就好 那到时候可能会对于股市 造成修正的风险 这就是川普胜选一周之后 国际资金 行情跟商品的变化 那当然看到了央行 台湾央行 也开始对于川普2.0 展开的冲击 开始做沙盘推演 杨金龙总裁 昨天到立法院进行报告 率先出炉的书面报告书当中 发现到了有三项冲击 包括第一 全球经济成长动能趋缓 跟通膨会反扑 中国大陆经济动能会弱化 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 会影响全球金融的稳定 所以呢 这样的情况 可能必须要多重管道 会影响到台湾 台湾必须要先行的应对 那根据刚刚出炉的书面报告指出说 台湾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 受到关税政策外溢的影响 恐怕会压抑台湾未来经济的成长 而且呢 我们很可能会一直一直的 被美国列入汇率操纵国 观察名单 这会变成常态 这是央行总裁说 现在呢 要面对的风险问题 当然也必须要透过更大的 更多的 对美国的采购 包括像能源 农产品 军用品 等等的采购 来米瓶 可能被列入汇率操纵国的指控 这样的动作等于就是像 美国交保护费了 简单的讲了 因为你要买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东西了 那缩小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因为呢 川普会拿这一点来针对台湾 然后要求台湾缴保护费 另外呢 央行认为 要是川普加强对于大陆科技业的贸易制裁 台湾是有受贿转单效应的 那挹注台湾的经济跟贸易成长 但是受贿的程度则有待观察 而讲到台北股市呢 在昨天看到持续还在修正回落 外资持续站在卖方 而且连续两天都大卖超过400多亿了 但昨天呢 外资大卖台股的情况之下 台股的指数跌幅大概100多点 没有呢 像前一天跌那么多 盘中啊 指数还有多次想向上翻红的气图 但是呢 最后一单看看台积电的股价表现 最后一单呢 5分钟撮合 爆出了6700张的市价敲出大栈 所以最后压低台积电的尾盘 导致了台股最后一单往下压回 台股最后是收低的 收在昨天的最低点 22,860点 如果用本周三天的交易来看呢 本周从高点拉回修正 已经跌了700点左右了 那当然就是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台积电在本周 从本周的礼拜一开始算 拉回修正也有55块钱了 拉回修正跌了55块钱 有人说这就是川普风险 所造成的冲击压力 因为呢 美国的晶片禁令啊 要求7nm以下的制程 不准卖给中国大陆 所以呢 至少影响的程度 大概有5%到8%的台积电营收 这几天震荡回撤 导致了台股修正压回 这就是川普风险的冲击压力 这就是川普风险的冲击压力 我说这就是川普风险的冲击压力 有点准备